哈囉,大家好,我是Ted,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我們的專案或CPI開放式課程資訊會有學院 我也不應該走的,我要換下一頁 好,這次我們想要匯整線上課程資料大學的部分還有工部門的部分 建立整合的查詢命態來活化這些課程的資源 那我們國內現在開放式課程總共有1萬筆左右 但是還沒有任何單位提供整合的查詢,包括工部門都沒有提供 所以我們就想要去做一個整合的平台 那我們團隊目前是分成教育跟開發這兩個部分 那今天我們會希望有一些UIUX跟一些介面設計的部分可以稍微協助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介面的整理 那這是我們的系統架構規劃 我們將會說過爬窗去爬網頁上的資料 然後去把放清資料庫釋出網頁跟API 然後這是我們用AirTable去整理的 然後剛才那個好像有提到什麼可以整理用Splashint的 我覺得你們可以試試用AirTable,蠻好用的 好,我們目前提出六個通用欄位 是課程名稱、課程網址、課程講師、單位簡介 還有來源平台 那這六個是通用的,就是跨平台的 那我們也已經使用了四個開放式課程來源了 那左邊是我們GetHub 那這個簡報已經放在那個要提案看提案裡面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逛一下 雖然只有網頁 那API目前也是在開發中 不過這個已經可以看到資料庫的狀況了 這是我們目前的前端首頁的狀況 我們只有首頁 而且還有點需要再被修改 所以今天才會想要來這邊 跟大家一起修改WireFrame 好 所以就是 好,我等一下想完 我根本等一下想完 好,就是那個一方面是我剛才提到的那個介面 那一方面是我們的問卷的部分 問卷呢 這裡可以看到我們以大學生跟高中生為主 我應該要再簡報回來的 好 反正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填一下問卷 那問卷是關於開放式課程的使用期待與經驗 就是你用過什麼平台 然後你期待我們這樣的平台 是有什麼樣的一些功能 那這個連結都已經在簡報裡面了 好,感恩 那我就謝謝大家 如果大家願意跟我們一起寫作的話 可以到 右前方最前面這裡 我應該都會在這裡 應該會吧 OK 好 我們就在這 然後也可以到EDU Open 這個 Slack Channel 好,謝謝大家